拖根拖了好久喔 因為雖然準備了很多素材 可是每一次錄都覺得沒有很好笑 所以就一直不想發 後來想一想 算了 管他的 隨便啦 大家晚安 這裡是送你上路新聞台 消息輕鬆 有新聞隨便聽 在這裡你可以完全不用思考放鬆心情 因為我們的新聞 全部都是百分之百假新聞 毫不費力 不用使勁 我是你們的主播小路 第一條新聞 隔壁鄰居阿伯講話原本超大聲 和家人以及孫女之間的關係非常差 經常吵架 家裡氣氛將持不下 原來是因為阿伯重聽 講話才特別喜歡大小聲 經過醫生調整 戴上五倍助聽器後 阿伯已變得非常謙虛 回診之後 醫生在處方簽上加上細框眼鏡 阿伯現今路線已轉變為文青Style 孫女表示 只差一支單眼相機 他就願意和阿公出去約會 第二條新聞 美國知名大學博士研究生 為了驗證世界上有沒有鬼 決定自殺後進行觀察 該研究生死亡時間至今日新聞播出時 已經超過20個月 共同研究的主員表示 至今還沒有收到任何形式的消息回應 第三條新聞 科學家發現你可以用湯匙燒湯 但用叉子卻不行 原因是因為叉子中間有空隙 第四條新聞 最新研究出來最有效的瘦身方式 原來是冬眠 一頭成年棕熊可以於冬眠期間瘦掉超過90公斤 於是科學家們發明了冬眠蒼減肥法 但是為了避免肥胖患者於冬眠期間流失掉太多肌肉 會在睡眠時使用機器操作肥胖患者的四肢進行運動 副作用是患者於冬眠期間會一直夢到自己在運動 說到減肥這個話題啊 是的好的 這裡不好意思我們要插播一下一個業配 因為今天我們要業配的這個間廠商 跟減肥瘦身也是很有關係的喔 他是一個日本廠商 這個廠商叫做そのことないよ 他們推出了一個很棒的代餐很好吃 這個代餐叫做飛蛾鋪火減肥餐 由日本大廠そのことないよ 推出的飛蛾鋪火減肥餐 熱量超低低到完全不能替代主食 因為完全不能替代主食 所以如果你拿來替代主食的話 就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 瘦身瘦下去囉 這款そのことないよ推出的飛蛾鋪火減肥餐 已經可以在各大超商以及熊福利賣場購買囉 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私訊我們 私訊我們可以拿到原價1.5倍的優惠喔 OK回到我們送你上路新聞台的新聞直播 第五條新聞 杜拜天空塔餐廳發生嚴重的火災 疑似某富豪舉辦石油Party時 由賓客偷抽煙 現場死傷慘重 慘絕人寰 第六條新聞 國外出版最新法案 允許人格分裂出的人格擁有普通人的人民權益 於是某家電視台主播精神分裂成為第一個受益者 可以一個人領兩份薪水 電視台員工紛紛於自家頻道留下五星好評後 付氣出走 第七條新聞 俄羅斯動物園因疫情關閉 一名女子好心收養了動物園中的一頭棕熊 居然將該棕熊培養成MMA的格鬥冠軍 一時聲名大操 成為有史以來壓迫感最強的格鬥選手 據統計該棕熊的對手有13名棄賽 兩名身負重傷 一名被吃掉 比賽單位從此之後擬規定 而後參賽選手體重不得超過200公斤 第八條本地新聞 中立土改銀行大出包 因負責開門的警衛睡過頭 整間銀行沒有行員能夠進入 因為銀行使用的是特殊門鎖 鎖匠們也紛紛表示束捨無策 當日業務停擺造成的損失 估計有將近一千萬元 事後記者採訪該名睡過頭的警衛 該警衛表示睡一覺就要賠一千萬 好像在做夢一樣 第九條韓國新聞 韓國一名新冠肺炎確診女性患者 於隔離期間逃離醫院 警方出動後按照其照片 一口氣逮捕了500人 目前尚不知道這500人中是否有確診 確診者本人 但據了解這500人都與同一間診刑診所有所聯繫 警方現在正在調查該診所是否有涉案嫌疑 最後一條新聞 醫學院女子發生感情糾紛 一時想不開 拿著菜刀去找男友殉情 在捅了劈腿男友十六刀之後 由於現場過於慘烈 該女子失去自殺的勇氣 記者採訪時 該女同學表示 原本以為自己想和男朋友一起去死 結果捅一捅之後發現自己氣消了 人生還是挺美好的 以上就是送你上路新聞台為您帶來的十則 頗有趣味假新聞 如果覺得我們的送你上路新聞台節目 非常的有意思 很好玩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留下五星評價 我們將有可能在很快的時間 再次製作下一集的 送你上路新聞台假新聞直播 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是小鹿 祝你們都可以有順利愉快 幸福美好的一天 大家晚安 掰掰